高尿酸如今在中国大约有两亿人,因此高尿酸也被称为三高之后的第四高。 在我国高尿酸,呈现高流行,年轻化,男性高于女性,眼海高于内地的特点。 尿酸高会导致关节活动能力降低,骨骼纤维化,容易骨折,严重的会导致痛风。 痛风一旦爆发,痛苦被伤水平猛烈,难以忍受,尿酸高,小心痛风缠上泥。 常吃这几样食物,排除体内尿酸液生轻,山楂是生活中人们常见的一种食物,它味道酸酸的。 山楂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与维生素C,经常食用,可以有效地提到助消化,分解脂肪的作用。 同时,山楂干泡水喝,还可以碱性化尿液,促进排除尿酸,吃喝尿酸高的人也用。 黄瓜是属于一种碱性的食物,而且黄瓜含要丰富的维生素C,假盐和多量的水分。 中医认为黄瓜有除热、沥水、解毒、生洁止渴的作用,可帮助排泄出多余的尿酸,吃生或做凉拌才接渴。 黑芝麻,多吃黑芝麻可以强化肾酸功能,是很好的补肾功效。 尿酸是经过肾脏排泄出体外,如果尿酸不能及时有效地排出,会在体内沉积,清晨痛风。 经常吃黑芝麻可以有效地养护肾脏,加速排泄,对象尿酸很有帮助。 黑枸杞,黑枸杞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,化氢素造营养营养成分,具有缓解疼痛、清热贴度、利尿排毒的功效。 清过白勺粥,做法,取清过15克,隔根10克,白勺5克,大米200克,一起煮粥喝,要煮到大米很烂的那种粥,具有益气排酸、健脾的作用,对于高尿喝人群有些帮助作用。 茄子,茄子又活去消肿,屈风通落,净热止痛的作用。 它不仅是一种碱净食品,同时几乎不含有漂亮物质,还有一定的力功效,因此痛风病人可以经常食用。 芹菜,芹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钾、食物纤维等营养元素,可以有效地阻止尿液的积蓄,还能够溶解尿酸和控制高血压。 藏竹车茄子茶,取藏竹、车茄子、党身、地骨皮、肉豆泡等原料精鸿背后切,用派水冲泡,再满至10分钟即可,再茶饮用。 每日三次,具有火气利尿,像酸还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气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